今天向萬鳳川和發地川一天的取編古道 雖然部分的路段早上因為在海流失中等 但是發地川路段因為緣度不就非常美的景點 不僅猶豫是部落相當受歡迎的景點 讓管政府給位到一百萬的景點 進行孤獨演算的景點設施改善 讓孤獨成為發地川最美的觀光景點 寶瀾中北用傳統歌謠歡迎管長林明真清楚來跟寶瀾關心 因為對寶瀾關公發展最重要的取編古道 管府將導入六百萬景點 進行古道儘管設施改善 我們第一期的話是從濕原吊橋做到瀑布這一段 那沿線差不多1.5公里左右去改善這個舊有的步道 從寶瀾幾個月將從古道入口處的思源調求 跟某某某某褲褲褲褲褲褲 總等待有1.2公里的路段推動改善工程 管府官民局特別讓管長跟寶瀾基民隨便幾個月內容 也聽出寶瀾基民的意見 就在一小段而已 從那個橋頭這個地方 上去大概幾個彎就到了 從那邊先做一個樓梯式的規矩 讓有的人是比較習慣 像我們有一些殘障的部分 我們要走平的 那有些人是不喜歡走那個 像那麼躲的 還有有些人會滾下來 會滑 靠外面外側的比較有偏撥的一些危險 再來就是要改善護欄 再來就是某某那裡面有兩處是 有一個鐵管 用鐵的一個臨時過橋 遊客進去真的是非常危險 那兩段真的務必一定要先改善 管長林明已經聽出寶瀾基民的歡迎 只是寶瀾基民的歡迎 只是寶瀾基民的歡迎 希望改善工程可以負負負責 正值到六百萬的 這個欺兵古道的一個維護計畫 那麼這個六百萬就是要把這個 古道強心再修復起來 讓這些我們這個 培養地區的這個特色能夠展現 吸引我們都會區的這些喜歡爬山的 來到我們這個部落 來這邊進行一個旅遊 決於震災以後 這個地方就很多的像吊橋還有道路都損壞 這個地方的這個觀光油氣資源非常的豐富 還有這個瀑布 所以這個地方啊這個來做一個改善的話 可以啊吸引很多的遊客 除非古道早期是萬風發地能穿來往的重要道路 雖然部分路段早就因為在海順海 但發地穿的路段 卻是目前部落最重要的觀光主緣 管長林明已經表示 先改善母界部落路段古道經關設施 希望為部落觀光發展堂來警察的幫助 家政王先生採訪報道 立場王朝聖蔡報道 馬這邀請 VISION